英国十月后新增确诊几乎都超过一万 上周更出现一万七千多例高峰 过去24小时再增一万两千八百七十二例 累计破六十万人染病 新一波封锁令势在必行 法国日增病例前一天飙到两万六千八百多人 写下最高记录 过去24小时虽回落到一万六千一百多例 但整体而言曲线人成上升趋势 德国近期高点落在10号的四千九百六十四例 之后连两天回落到三千边缘 最新通报两千八百三十八例 整体曲线也是走扬 西班牙二波疫情反弹开始下跌 相较于上月中旬一万四千多例高点 10号数据下滑近三分之二到五千九百八十六例 周末数据尚未更新 美国曲线震荡走升 10号新增突破六万是近两个月来高点 最新降到四万一千九百多例 累计确诊数逼近八百万 日本过去三天新增维持在六百多人 过去24小时降至四百三十七例 曲线大致持稳 南韩情况也大致平稳 7号后新增皆控制在百人以内 最新通报小升到九十七例 仍维持双位数 中国七号一度回归个位数 最新通报二十一例跟前一天数据一样 也全都是境外移入 印度在九月初日增达九万七千多例高峰后缓慢地减 最新通报降到六万七千七百多例 只是总染疫数已高达近七百一十二万 极可能在几周内超车美国 成为全球疫情最惨重的国家 马来西亚疫情大反弹 最新通报是上月中旬的三倍来到五百六十一例 且数字恐将持续增加 印尼十月以来除六号在相对低点 其余通报几乎都在四千例以上 过去二十四小时再增四千四百九十七人染病 曲线仍在上升中